阿姨們俐落的把板德料理 一一準備好 完全沒有受到火警影響 照常上菜 是啊 越燒越旺 就連賓客們也說 越燒越旺 喜氣洋洋 原來就在時報後一早 當時棕破塞著 忙著備料 突然間瓦斯鋼瓶倒在地上 瞬間噴出 熊熊火柱 突如其來的狀況 讓大家嚇得四處逃竄 眼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棕破塞冒險想把瓦斯給關掉 但三公尺長的高溫火柱 隨著倒地的瓦斯桶 左搖右晃 才一接近就被燒傷 另一頭還有人想拿滅火器 幫忙滅火 但火苗不但波及到遮風帆布 還延燒到遮雨棚 遮雨棚被高溫融化 火花猶如下雨般不斷地往下落 這座的新人也很煩惱 怕他們的婚姻待出 我沒辦法如期舉行 沒辦法趕快來搭個臨時的廚房間 可以讓他來繼續準備 他們也來加油 這些火警就發生在 台南市和平裡的活動中心 造成棕破塞和助理兩個人被燒傷 不只人受傷 現場食材和鍋具也全被燒得焦黑 大喜之日發生火警 新人急壞了 幸好棕破塞的媽媽在火警後 一個小時就扭轉局面 調來備用食材化解危機 讓晚上的喜宴照常舉行 記者 老館張信義 A3小組 台南報導